最有台灣味的國民零食 泡麵餅乾驚喜現身波瀾超市 台灣有什麼特色的甜食 那種麻醇 從一開始可能只有八個口味 到現在我有一整個貨價 是專門在賣這樣的產品 再來就是這些水果味的 可能台灣人自己不是很喜歡 但是老外對這種水果味 他們完全沒有抗拒的能力 台灣零食 台灣奶茶 台灣泡芙 台灣最好的烏龍茶 這間應該是全波蘭最抬的 亞洲超市 其實人生路上處處有驚喜 像是曾經到波蘭念牙醫的 許思維 因為興趣不合半路轉彎 結果發現了新的商機 一開始完全不抱期待 因為我認為他們對這個東西 是完全沒有辨識度在這邊 然後結果沒想到 他們居然因為好奇心 而開始不斷地是做嘗試 然後最後就是都會銷售一口 最有台灣味的國民零食 泡麵餅乾 驚喜現身波蘭超市 老外你完全可以想像 他們非常愛甜食 那台灣有什麼特色的甜食 那種麻酥 從一開始可能只有八個口味 到現在我有一整個貨價 是專門在賣這樣的產品 最經典的花生的 對 然後珍珠奶茶的 因為最近全世界都很流行 再來就是這些水果味的 可能台灣人自己不是很喜歡 但是老外對這種水果味 他們完全沒有抗拒的能力 到了聖誕節的時候 他們都是掃櫃拿來送禮 台灣零食 台灣奶茶 台灣泡芙 台灣最好的烏龍茶 包裝的部分把我的想要的部分 讓設計師幫我實體化 然後我自己找了台灣的優良茶商 然後去幫我處理 就是茶葉進口的這一塊 然後創造了我自己的產品 這間應該是全波蘭最台的 亞洲超市 我們如果要買亞洲的商品 那我們必須要到柏林去 然後非常遙遠 尤其是一開始我來的時候 這邊是到柏林沒有高速公路的 所以那個時候到柏林 差不多要四五個小時的車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就覺得說 那我們來為亞洲人做點什麼吧 還是離不開韓國的產品 因為韓國的東西現在就是比較紅火 大家都認得辨識度也高 然後尤其是老外比較沒有吃辣的文化 所以他們要想到辣的東西 韓國的食品其實也是 也是會先想到 對 波蘭其實不乏亞洲超市 但大陸是韓國超市服務韓國潮民 新年級老闆許思維 大膽拓展消費族群 引進日本點心中式醬料 初期還甚至辦亞洲美食體驗 飄起當地人的好奇心 最優秀是印度辣辣辣辣辣辣 如果你買的辣辣辣辣辣辣辣 他們不會有任何味道 味道不太豐富 對 但是從這裡的食物 甚至你用來韓國的廚藏 你可以用這種辣辣辣辣辣 然後味道從我們傳統的醬汁 像肉酥 對 非常深深 而且美麗 結果客群翻轉 不僅富蘭人占大宗 還會主動點菜 我們完全不熟悉的印度香料 中中丸子 讓他們的生意越足越大 我們開始擴張 本來這邊都是我們的倉庫 現在改成員工的休息室跟辦公室 最後是我們的乾貨的倉庫 那所有的比如說飲料類是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酒水 目前是空的 這是完全一個新的區域 經商有成的許思維 其實出身牙醫世家 當年無法如願就讀台灣理想學校 就遠赴波蘭醫學首府波茲南大學 延續家族傳統 結果念到一半發現興趣不合 半路出家 做醫生是好像你每天要 待在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不斷地面對新的病患 那這種工作對我來說 是有一點枯燥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最後我決定 我不做了 他其中一個願望 不但是我成為牙醫 而且是可以跟他一起工作 甚至承接他的醫波 對 所以一旦他聽到了我 其實想要取消這個計劃 那他非常的不高興 現在看到你事業多大 現在當然是 對 拿結果說話嘛對不對 那當然我做出了一個結果 那他最後當然也是接受了 歷經家庭革命 許思維創造人生第二春 不過至今仍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 到波蘭面醫科 但是波蘭學治比台灣少一年 加上實習時數差異 曾經在台灣引發波波醫師 臨床經驗不足的生意 我當初因為來得早 所以那個時候的影響 也不如現在的深 現在可能大家的 就是來這邊念醫學系的同學們 壓力可能會大一點 大部分人應該還是傾向回去 但就我所知現在的機會越來越小 要排隊排很長對不對 然後這樣子的情況下 也許有人會想找其他處理 譬如說到美國 波波醫師回國 不僅得先補足冰床經驗 政府跟眼裡未來必須先經過 學歷真視才能參加醫師國考 回台職業門檻越來越高 當同儕還在急窄門 許思維發現藍海市場 準備在第四大城 俄斯拉夫開分店 他的合作對象是波蘭財商會長林紫陽 我覺得佛羅斯爾夫對我來講 他的人情比較多 他們也很接受外國人這樣子 要不然我也覺得一開始只有一個亞洲人 不可能自己在這邊單純的活下去 俄斯拉夫原本隸屬德國 二戰後才劃進波蘭領土 融合多元種族 今年有越來越多亞洲人移居 對未來文化的接觸度相當高 近幾年來去年的魷魚遊戲 還有許多的什麼 私宿列車等等之類的 在韓國方面他輸出文化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至少他做到這方面把目光 把歐洲的目光聚焦到亞洲身上 林紫陽本身從事電子業 發現當地人愛嘗鮮的性格 讓他越越浴室跨左民獸 透露台灣鳳梨酥也很航 萬事俱備就得慢慢尋覓展鏈地點 老城區的地方 因為它的商業結構比較不一樣 它的商業結構比較像是酒吧 餐廳 觀光客比較多的地方 它並不是一個叫做 商業交易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可能在老城區外圍一點點 比較像是居民區或是在商場這些 專注於交易的地方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來自家鄉的產品與亞洲背景 讓他們的異鄉人生 共出新的火花 最後的一場 在市情線上 在市情部下你們的 十分之間 我對這有… 這一個人的